你能帮我找找吗 就喜欢翻规 到了凡间成了唐周 也依然喜欢翻规这个恶作剧 颜旦都对他无语了 但是又打不过他 两人此时还只是一对欢喜专家 但是距离两人生出感情 也已经不远了 唐周时常喜欢捉弄颜旦 故意的时候调戏他 睡觉的时候也喜欢调戏他 但是这一次唐周翻车了 唐周捉弄颜旦 得了两人意外委员上正面 忍不住隐喊多变 简直是甜到咒牙 也正是这一个吻 那两人之间的关系 逐渐开始变了味 这次唐周依然不可避免 再次爱上了颜旦 只是这一次没了天归 唐周还会坚定选择颜旦吗 对此你如何评价成乡的剧情 欢迎留言评论